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邮局主办广受好评的春丰儿骑单车游活动首场在岗山举行 透过复合式的单车旅游活动带动游客游览高雄之美 而连续举办24年的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 今年由田辣農会举办 连选出优质龙眼蜂蜜限量销售型好客请问抢购 高雄首选平台因应中秋烤肉 上架多款优质与产品公民众选择 同时还有满额折扣优惠 让民众中秋烤肉吃好吃满 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要推动低碳旅游 也宣传在地观光 刚是政府观光局长期来举办 乘风而骑单车游的活动 今年的首场是在岗山地区来登场 不仅可以骑车游览当地 包括了有鲁卫博物馆 收天公还有阿公电锡等等的景点 在当天呢还有举办了美食市集 精彩的舞台表演 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滑步车趣味竞赛 市府期盼可以透过复合式的单车旅游概念 让民众可以骑单车 游览高雄之美 民众骑程脚踏车游览高雄之美 一路规划 用邀请在地协会安排深度导览 认识在地历史故事 深受亲子族群喜欢的高雄乘风而骑的单车活动 即将在9月22号要登场了 这一次我们搭配已经开通启用的捷运岗山车站 我们特别把首场的活动的场地 规划在岗山市中心的岗山公园来举行 在当天呢可以方便民众搭乘台铁捷运 加上UPAC就可以抵达我们活动现场 这一次呢关于单车旅游的一个深度导览 我们也跟在地的钢山大专青年协会 还有刚好贩卖所来合作 来带领大家穿梭在钢山的巷弄之间 来体会他们的人文历史故事 这件游程将带领大家走访 台湾第一间芦苇观光工厂 台湾芦苇博物馆 品尝美食补充体力 再沿着阿公电锡 又由骑程回到钢山公园旁的收天宫 参观全球唯一的螺丝妈祖 深入在地特色景点 会带领大家来到钢山 也是高雄第一座的观光工厂 也就是台湾芦苇博物馆 来品尝一下美食 随即呢我们会沿着单车的 单车道呢 我们会回到钢山公园这边 来到钢山公园旁边的收天宫 而在收天宫里面 我们有一座非常知名的螺丝妈祖 它高两公尺 连同它的底座重达五百公斤 而且它是用两万五千个螺丝垫片 跟一万三千个螺丝帽 而组成而成的 另外也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的高雄乘风而骑 除了呼应低碳旅游之外 由于它的CP值很高 同时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所以通常推出之后 立刻就会报名秒杀 也希望大家把握时间赶快上完包 观光局指出为了推动低碳旅游 乘风二期活动举办多年 今天除了骑单车活动外 还规划美食四级 精彩舞台表演 以及小朋友最爱的滑步车趣味竞赛 透过复合式低碳旅游 在活动当天同一时间在下午三点 也有所谓的 也有这个小朋友的滑步车的趣味竞赛活动 这一次我们也利用了 钢山公园的环境地势 规划了五道关卡 小朋友可以边骑车 同时边闯关 同时来拿奖品 另外在当天呢 还有规划了美味市集 还有精彩的舞台的表演活动 只要报名参加我们的单车游活动 就可以获得五十元的市集兑换券 还有五十元的 关于芦苇博物馆的抵用券 同时还可以获得环保水壶 以及其他的精彩礼物 非常大家赶紧来报名参加 观光局期盼通过乘风而骑 单车旅游方式 让民众更认识钢山 也能规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游 感受在地之美 记者周春莹长报道 而连续举办24年的 大钢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今年是由田辽区农会来主办 尽管近年来受到极端气候 影响蜂蜜的产量是减少了 几乎是限量来供应 但是因为蜂蜜评件 都是才两阶段严格进行 还通过了农药检测 是无残留的 所以蜂蜜文化节 所推荐的商品 都是最香醇 又品质最好的 大钢山龙眼蜂蜜 打造出品牌 也供消费者 可以来安心选购 夏季新鲜市 大钢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市长曾经卖 与多位明代及各区农会代表 一起揭开大钢山的优质好蜜 大家曾志推荐 通过农药检测无残留 经过两阶段评鉴 且有HACCP及ISO22000 认证的大钢山龙眼蜂蜜 是台湾品质最好 最香醇的蜂蜜 连续第24年的大钢山蜂蜜节 我们大钢山蜂蜜节的举办 是由桥头钢山田辽阿联农会 大家轮流举办 所有的蜂蜜 都经过两阶段的评鉴 两阶段的认证 包括HACCP的认证 跟ISO22000的认证 那也都必须经过农药的检测之后 再由我们专家来做这个评鉴 所以可以说是品质保证 全台湾品质最好的这个蜂蜜 最香醇的这个蜂蜜 所以要买要快 不要这个犹豫 你一犹豫的话就没有了 所以特别来这里来推荐 最香醇而且品质最好的 大钢山蜂蜜 给所有的市民朋友来享用 要买要快 不要这个犹豫 你一犹豫的话就没有了 所以特别来这里来推荐 最香醇而且品质最好的 大钢山蜂蜜 给所有的市民朋友来享用 近年因为极端气候 荣蜜开花率低 导致蜂蜜产量锐减 天料区荣蜜提醒大家 高品质的大钢山荣蜂蜜 目前都是限量工艺 也希望藉由蜂蜜文化节举办 推广高雄首选香醇的优质蜂蜜 今年因为三四月 我们荣蜜花 开花 开花还特别败 只有过去的两次 所以我们今年有 工艺特别团队 去签约就得了 希望今天出席 跟国企家兵 可以利用 今天这个机会 向我们赤金荣蜜 以及我们风雨文化班 还有我们 这个优秀的蜂蜜来过去 如果在类国有都可以吃到 很安全 很安心 又不是输入我们的问题 优质的优质 高雄首选凭借荣蜂蜜 兼具品质和风味双重保障 市府表扬优秀的蜂蜂 肯定他们历经极端气候的挑战 来提炼出香醇荣蜂蜜的优质蜂蜜 记者周恩辰 采访报导 高雄捷运RK1钢山车站 在昨天起是正式的营运了 而今天第一个上班日 上午在尖峰时段 就涌现了大量通勤 同学的人潮 但是秩序还算维持的相当良好 高捷公司也表示 未来会在早晚尖峰时段 派员加强旅客的引导服务 而捷运局也说了 为了让捷运钢山车站 收费营运顺畅 说透过新闻稿 还有在脸书等等社群平台 发布了讯息 也会视察督导高捷公司 顺利完成RK1正式收费 票价系统的参数更新 而昨天的凌晨进行 各种票种的一个测试 都是正常的 也如期上线来应运 不过高雄轻轨呢 在上个礼拜五迎来新学期的开学日 在放学的时段呢 很多的站点都塞爆了 人潮排到斑马线 还有周边的道路 也造成了一些安全上的疑虑 不少学生是抱怨呢 这根本是跨年的规模 还挤不进去 骑U-bike反而更快了 应应开学之后的同学人潮 高捷公司也表示了 今天上午的时候 是加开了一部打点加班车 希望可以疏解排队等车的人潮 详细情形 我们来听听高捷公共事务处处长 王博焱的说明 为应应开学之初的学生搭乘人潮 高雄轻轨已于今早加开一部打点加班车 协助人潮输运 现场保全人员 议会在车站协助人潮管制 维护学生安全 下午下课时段议会比照办理 后续将会持续观察 尖峰时段旅运状况 必要时即会再增加加班车 以缓解学生搭车人潮 港市政府农业局高雄首选平台 提供了多元的农特产品 让民众选购 另外呢 还有在地生产的优质 雨产也是平台贩售的项目之一 而贩售的品项呢 还相当的多元哦 包括了有湿木鱼肚 花枝丸还有小卷等等 是可以来满足民众烤肉的一个需求的 现在配合秋节烤肉商机 农业局还推出了满额折扣的优惠 欢迎有需求的民众可以来多加选购哦 秋节将至 相信不少民众已经准备约三五好友一起来烤肉 而烤肉食材除了各式肉品 蔬菜 鲜甜的海味当然也是不可少 市政府农业局就特别推荐民众可以来到高雄首选网站选购 除了有各式各样在地生产的新鲜鱼场外 这次也配合秋节推出满额折扣的优惠 邀请民众一起来吃海味 我想我们高雄首选电商平台 其实也是我们整个高雄很多农产品 它需要卖到其他县市 卖到外县市它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里面我们除了有优质的高雄的农产品之外 我们还有鱼产品 所以在最近的活动来讲 我们针对我们的海鲜 你满五百我们就送五十 满一千就送一百二 然后就可以直接折扣 那当然对我们的农产品的部分 我们现在也是跟着大岗山农友蜂蜜节的这个节庆 我们如果买平贱蜜会送行李书袋 所以其实民众都可以 有空都来上面看看 我们有很多不定期的优惠也都会出现 而除了新鲜的鱼产外 我们绝推荐可以买最优质的蜂蜜礼盒 送礼自用都相当不错 另外目前又有推出全站商品 满额送平贱蜜或龙凤酥的优惠活动 欢迎邱姐想送礼不享受 知识花月饼的民众可以多多参考 最近这段时间的水果其实相对的是比较少 我们大概现在主推大概是大岗山农友蜂蜜 那大概时间再过一阵子之后 我们大概十月份 一直到十一月份我们就会有美容彩萝卜 白玉萝卜 那之后我们还会有陈蜜番茄 是大概是十一月一直延续到隔年二月 那在十一月到十二月的中期之段时间 我们也有好多季 我们会有毛豆 红豆 黑豆 那再到十二月一直到明年的二月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蜜藻 所以民众如果有针对我们高雄在地的好水果喜欢的话 其实是可以多关注 抢大秋节商机 农业局邀请民众多多上高雄首选网站选购 除了购买优质的农云产品 为一年一度的烤肉活动增添更多美味 也能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辛苦的农云民 记者欢会 曹宝导 凤生区三井购物中心的工地 在昨天上午发生了一起吊塔倒塌压到现场工人的意外 一名越级移工是当场身亡 而另外有一名55岁的工人则是重伤送医 在今天凌晨也宣告不治了 造成两名工人不幸离世的意外 对此 市府劳工局就表示了 会依法采取30万的罚还 同时要移送地检署来追究刑责 而这起公安意外呢 根据现场画面显示 当时两名工人正在执行建材吊挂作业 吊塔却突然倒塌 现场作业人员上前查看的时候 55岁的男性工人头部手脚都骨折 没有意识了 立即送往医院来抢救 详细情形我们来听听 老工局主秘评周末的说明 凤山区新建工地进行吊挂作业 在塔吊未有吊挂物遇回转时 塔吊基座突然断裂 压到一名越南籍移工 而造成其离灾不幸往生 另一名无信塔吊操作人员 坠落至地面受伤 现已送医治疗中 老检处已勒令现场停工 后续将调查厘清确实的造灾原因 劳工局并已指派专人 协助受伤劳工相关医疗及补偿事宜 并配合越南驻台单位 协助离灾移工家属来台处理后事 及确保其执灾补偿权益 有关于如何来跟猕猴和平共处呢 是各方一直都积极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对此寿山动物园跟台湾猴共存推广协会 就共同来合作 由志工来向游客进行食物不露白的一个教育宣导 还在园区内设置了防喉垃圾桶 提供了防喉包租借服务 还有不定时的会广播宣导人猴守则 防止猕猴抢食游客来受到惊吓 要让游客一起学习如何跟猕猴当个好邻居 寿山动物园长期与台湾猕猴共存推广协会合作 除了在园区内设置多面猕猴教育看板外 也由协会出动志工劝导游客收妥物品 来大幅降低人猴冲突 寿山动物园呼吁 不接触不喂食不干扰 是应对台湾猕猴最基础的准则 希望让更多大小朋友学习如何应对台湾猴 尽何理解与猕猴共存 借由这各种方式让民众知道说 来到寿山的时候该怎么跟猕猴和平的相处 那今年在暑假期间 我们动物园也首度跟台湾猕猴共存推广协会合作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民众可能在从停车场端 或者是当坐公车下车的时候 第一眼就可能就会看到 哇 什么寿山有这么多的猕猴被围绕着我们 那所以其实我们希望说 藉由在这几个重要的端点 来做我们这个积极的主动宣导 园区在我们整个设计上 我们就是在从停车场到大门口这边 我们就是沿途设置了许多猕猴的告示看板 那希望说藉由教育的方式来宣导 让民众知道说该如何跟猕猴来共存 让我们就是初次来到我们动物园的游客 也都能知道怎么该跟猕猴来和平的共存 而在食物不落白实际座位上 寿山动物园除了推出免费租借的防猴包 把水手拿的食品放进包内塑紧封口 来防止猕猴抢食外 也设置防猴垃圾桶避免猕猴翻找食物 没有食物来源下猕猴就会减少对人的骚扰 背起来很舒服 然后可以放东西 放很多东西在里面 就不会被猴子抢走这样子 游客可能都只带塑胶袋 然后有提供这种背包的话 就比较安全一点 比较不容易被猴子抢走 在寿山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建议是千万不要把塑胶袋或食物拿在手上 因为这些都是会容易引起猕猴的注意 然后靠近你 那所以我们在园区内也特别提供这个防猴背包 让民众可以来免费租用 为了避免猴子去翻找垃圾 所以我们把我们垃圾桶就是有更改成像这种防猴垃圾桶 那这个它比较特别的是 像一般的垃圾桶 它可能是会是有 上面有个盖子可以推开 那猴子可以进去 那像这个盖子的话就比较特别 当我们打开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 当垃圾丢下去之后 再关起来 那它就会使物 那个垃圾就会掉到桶子里 所以当猴子要去拿垃圾的话 它是拿不到 寿山是迷猴的原生棋地 这些寿山动物园可爱的邻居 游客只要遵守食物不落百的原则 就能安心有缘 并感受受伤这独特的人猴共存风景 记者周恩成 采访报导 不知道观众朋友 您是不是常常在追剧 或者是看影片的时候 会碰到脑人的无线绕圈圈的一个状况呢 这是因为家中讯号比较差的一些死角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来请宽屏网路业者提供一些优化的咨询服务 而台湾大宽屏奉信数位有限电视听到了您的诉求 同时推出了强调全屋无死角 不论是在透天座或者是公寓大楼 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顺畅地使用线上各种功能 这个名为WiFi满屋通光纤上网的方案呢 可以让客户玩手游或者是看影片 不会再卡卡口口蛋了 怎么样才能成为值得信赖的网路专家 我们实际走访使用台湾大宽屏的用户家中 一起来听听看用户的使用心得 我觉得在查资料比较快 尤其是那个查一些 比较多人查询资料的东西会比较快一点 快速一点查到这样子 也比较不会lag到 之前看影片看到一半就会开始卡顿 然后现在现在不会 现在就是可以完成看完影片 就可能之前最里面那间房间 宣号没有那么好 就还是会卡 但现在升级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 就整个房子都收到讯号 除了优质的硬体工程人员 还要具备倾听客户需求 及细心讲解疑问的条件 就我们现在申请的情况是那个300 100 就是下行的话是300 然后上行的话是100 目前测速的话上行可以达到200 然后下载的部分有300 基本上都是有可以超过 那个申请的因素 工程人员在用户家中 完成网路专家的任务之后 客户使用平板或电脑 都能进行享受通行无阻的线上服务 尤其是新推出的WiFi满屋通方案 让用户看影片玩手游 或上网查询资料 都能明显感受到网速提升带来的便利 他们服务都还蛮不错的 尤其是我觉得工程方面 或者是讲解 这个都还不错 对啊 尤其是像我们在装机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的堆放 它也都会帮忙挪到好的位置 然后帮忙安装到好的地方 我觉得改善还蛮多的 因为之前在看影片的时候 就会一直当机掉 然后就会重新关掉 又重新开 可是像我们升级之后 会觉得说 好像一路看到底了 没有当机的问题 而且在房间里面 也好像这个问题都解决掉了 随着AI时代的来临 台湾大宽屏扮演 称职并值得信赖的网路专家 这股趋势不能缺席 网路功能扩大延伸 还有互联网 及安全防护的 Smart Security的店家防护 与居家关怀服务 以及智慧门禁对讲 出门在外 只要透过手机APP 就能及时远端监看 而另外网路诈骗猖獗 网路专家也吸手 趋势科技一起杜绝 未来台湾大观评 会持续站在用户的角度 提供涵盖超广 且安心的网路服务品质 记者周正宇 徐凯军采访报道 相隔四年牛节诊 再度献宗金门 而这是一种属于牛群之间的传染疾病 会造成命乳量下降 公牛不孕 死亡率有1%到5% 高雄市呢 现在目前有53户的养牛场 饲养牛只总计有7617头 对此市府顿宝处呢 就表示了会来加强疾病宣导 要协助农民做好生物安全措施 同时配合防检署指示相关防疫措施 也呼吁农民如果发现了疑似的病例 要在第一时间立即通报 才能够尽快的控制疾病发生 还有蔓延 接下来是今天的新闻看板单元 首先呢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我们一年一度的假仙 遇损节在日前是圆满落幕了 今年不仅有我们假仙的 19家的特色商权店家 提供了19到以芋头 还有龙须菜为主的一个佳肴 让大家是口齿留香 另外呢 在当地的商圈更是打造了 有高18公尺的名字叫做 偶尼的巨型猫装置呢 他趴在了贾仙大桥上面来迎兵卖谋 欢迎大家可以到贾仙来打卡吃美食 出席活动的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呢 贾仙有许多名产美食 还有猫像 花石馆 特色邮局等等的知名景点 也是南横的歧视点 汝山口第一站 过往人们会包个便当 才上山 所以贾仙什么都好吃 而在活动现场 规划了有贾仙特色商家 准备的19道在地美食 陈其迈呢 也化身成为了御宾城的服务人员 拿起冰勺挖偶冰大口品尝透新凉的好滋味 还有各式结合当地食材推出的创业料理 周市从产地直接到餐桌 最道地的小农料理 另外呢 目前的一个亲职教育 是现在很多家长都很想要学习的一个课程 而高雄市课委会呢 从五月份来启动的课与家庭 一个推动计划呢 就是以多元课程跟亲子互动的方式 让家长可以来学习到许多的育儿技巧 而现在九月份的活动呢 已经延续来展开了哦 相信可以让亲子时光变得是更加有趣 也充满了爱意 而九月份即将要办理的 包括了有性别平等全亲子甜甜圈讲座 是用生动案例跟亲子互动 来带领家长与小朋友 探索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另外一大亮点呢 则是爱不断电 如何用心审理陪伴孩子长大的讲座 将可以帮助家长用有限时间来达到 作为一个教养的效果 科委会主委杨瑞霞也表示了 科委会推出的一系列亲子活动跟讲座呢 是为许多家庭带来了保贵的 科与教学跟教养经验 可以帮助家长更好的来应对教养挑战 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教养方式 在教育孩子的路上会走得更加的轻松自如 接下来呢 是不论我们要做一些独木舟 敞阳在水面上 还是站在SUP上面体验水上行走的滋味 对于生长者来说呢 都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呢 现在有工艺团体呢 他们则是在市府运发局的支持之下 首度的将轮椅族的独木舟SUP活动 带到了高雄连池坛 打造出了安全又舒适的特质水上载具呢 让生长者他们可以享受到细水的乐趣 这个活动呢 是对于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精神的具体实现 提供了一个无障碍自主 还有平等的运动休闲环境 让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生活的美好 有生长朋友就说了 这是他40年来第一次触摸到海水 没有这个活动的话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来接近海边 这些话都是各个帐别 各种障碍程度朋友 在测试了独木舟SUP等等的活动之后 共同的感受 运发局呢 也希望可以号召到更多的团体 来加入共益行列 让生长朋友都能够亲近海洋 也能够享受水域活动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15年前的一场风灾 让小邻村的村民都历经了无法复原的伤痛 但是当地居民呢 透过了地方创生是重新站了起来 所以市府青年局呢 就组成了山海探险队 带领学员可以来走进到甲仙的小邻村 透过了参访与首座当地美食的体验 也就是我们的足损烟漬呢 那让大家都可以来体验到部落文化重申的一个任性 2009年莫拉克风灾重创高雄小邻村 近年在地方创生的带动之下 日光小邻社区居民将当地经济作物发展成为了特色产业 藉由产业再生呢 让居民得以思想 而且增加了收入 为了让青年可以来了解村民在灾后重建的辛苦 高雄市的青年局就规划参榜行程 带领学员走进到了小邻村探索部落重申新面貌 而40多位学员他们是组成了山海探险队驱车前往到了甲仙 参观当地景点还听导览员解说小邻村的历史 随后也跟着族人带领大家一起跳传统舞蹈 让学员体验难得的文化洗礼 接下来是今天的生活情报 让我们整理出活动讯息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接下来是今天的博德台湾威单元 欢迎大家到台湾威 欢迎大家到台湾威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详细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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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地区26到36度 中部地区26到35度 南部地区26到35度 东部地区26到33度 外道地区26到34度 以上是今天9月2号的凤信新闻 更多新闻内容可以请我凤信有线电视官网做查询 另外您可以透过PHCN凤信新闻脸书粉丝页 YouTube频道跟爱台湾频道浏览更多资讯 要欢迎您来帮我们做按赞分享跟追踪 还要邀请您来加入台湾大宽屏来APP 可以使用维修查询站单等等的便利服务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